Hello,我是Lisa 这个冬天的长假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当然不是往北边啦 其实冬天最好的去处就是那些夏天会太热的地方 走,我们往新墨西哥去 这次我们开车前往Guadalupe山国家公园 然后再经过Roswell这个小镇前往白沙国家公园 我们从San Antonio开车往新墨西哥就要开一整天了 新墨西哥的海拔比德州高 所以到了这边,密闭的坪管都膨胀成这个样子了 Guadalupe Mountains有许多trails可以走 我们选择一个叫做McKettrick Canyon的trail 这个路线难度并不高 我们进入到一个Dry River Bed 干涸的地带 迎面而来的是一层一层石头形成的叶岩 非常有趣 可以在这里欣赏一下这些大自然形成的Formation 这里属于沙漠气候 所以植物都是可以在水扫的地方存活下来的 像这一颗Soto 我们在Big Bend 大河头国家公园的时候也有看到它 风景美的地方 眼珠子不静的会往上看 但是也记得要看下面哦 不要去踩到了这一位 它是Tarrentula 狼猪 全身毛茸茸的 有点恐怖 但是这公园毕竟是它的栖息地 而我们才是不树之客 所以就互相保持距离吧 继续前进呢 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树在变颜色了 没有很多 但还是有一些秋天的气息 潺潺流水 给人精神为之一阵 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河床 这里群山环抱 我们在河谷的低处 可以想象当雨量丰沛 水量充足的时候 这里全部都会淹没在水里面的 但是现在呢 这里却适合我们在这里小气一下 吃吃午餐 补充能量 我们脚步继续随着道路 享受自然界赐予的visual patterns 我们来到了Pred Cabin 这个屋主曾经被这里的风景而感动 决定在这里用石头check房子 连屋顶都是石片啊 我们前往下一个景点 这是一个被保留下来的牧场 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户外的活物馆了 这里可以看到过去牧场生活的样貌 许多耕种的器具也都保留下来 这好像是给记住的耶 这个牧场有个泳泉 现在被围起来了 这里水量不少哦 一分钟有6加仑 美国洗澡的联盆头 一分钟才跑1.8加仑的水 所以这算是蛮大的水源的 可以看到他们把水引到这儿 那这边呢 则是控制灌溉用的夹门 一直流下去 灌溉种果树的园子 真聪明 这个小屋子呢 是当时的学校哦 我们去看一下 这么小的房子 学生肯定不多 哦 当时的学堂就长这样 Guadalupe Mountains 国家公园 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可以去 但时间上的考量 我们就前往Roswell了 传说中 在1947年 有个飞碟 坠毁在Roswell这附近 事后呢 政府是完全的否认这事情 但是消息已经传开了 事到如今 整个Roswell这小镇 都还围绕在飞碟坠落 与外星人被美国军方扣留起来的传说 当然事情到底是怎样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来到这里 去麦当劳买个午餐 到街头走走 是挺有趣的 我们离开Roswell 前往白沙国家公园的路上看到好多广告牌 宣传世界最大的开心果 原来它是个开心果园啦 开心果在树上成熟的时候就会爆开来 有趣哦 到了白沙国家公园 它的游客中心是Adobe建筑 这是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带的传统建筑 这厚厚的土胚墙 对隔离炎热的夏天太阳是非常有效的 进入到白沙区呢 可以看到许多游客在这里 滑沙 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如果走离开停车场附近 进入到白沙区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区域 要不是路上有这一些牌子引导着的话 还真怕会迷路走不出去嘞 走着走着就离开了人群的喧哗 被这些广阔的白沙美景所吸引 在这黄昏时刻 知道这夕阳及美景即将要消失 以我这急性子来说应该会心烦意躁 但是有一个莫名的平静 可能是这一个时刻的永恒 已经刻在心目中了吧 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这次的旅游 也欢迎你跟我们去探索下一个世界的角落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按赞哦